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将角逐2016年总统宝座 这又让媒体焦点再次转到克林顿夫妇身上 最近一部关于克林顿总统八年任期的政治讽刺喜剧 在外白老会上演 除了把莱温斯基的丑闻搬上舞台之外 还用搞笑的方式展现希拉里的政治野心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参观这处舞台剧的彩排过程 一部名叫克林顿音乐剧 Clinton The Musical的音乐讽刺喜剧 最近在纽约外白老会上演 这处舞台剧以讽刺幽默的手法 看美国第42任总统 音乐剧中 比尔·克林顿有两位演员饰演 一位是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 一位是绝顶聪明的正台明星 饰演风流克林顿的是杜克·拉夫恩 我饰演比利 比利是克林顿的另一面 他像个浮躁的孩子 总是开心快活 但是他的这一面也常让他惹上麻烦 汤姆·格兰提奇饰演威廉·杰弗逊 他饰演克林顿满腹理想的一面 我饰演威廉·杰弗逊 这是克林顿政治家的一面 相对于他爱玩的一面 剧中人物除了克林顿夫妇之外 还有克林顿性丑闻案女主角莱温斯基 音乐剧以搞笑讽刺的方式 描述莱温斯基丑闻案发生后 克林顿夫妇如何尝试挽救 克林顿的总统宝座 剧中众议院议长金里奇 和特别检察官斯塔尔 则以夸张的方式 不断策划如何把克林顿拉下台 另外穿着蓝色裤装的希拉里 还不时表达自己的政治野心 音乐剧的编剧是来自 澳大利亚的保罗·霍奇 和迈克尔·霍奇兄弟 我们讽刺每个人 我认为这就是喜剧 没什么政治目的 我们只是把每个人当成常人看 人类是很有趣的 这部舞台剧获得大部分剧品的赞赏 该剧去年曾在纽约的一个 艺术节期间上演 当时希拉里刚推出她的回忆录 今年在外白老汇上演 又正好碰上希拉里宣布参选 2016年总统 霍奇说 今年的剧本反映了过去一年的 政治进展 希拉里是美国最著名的女性政治家之一 我们来认识一位台湾的女性政治人物 她是年仅25岁的薛成毅 薛成毅在年大学的时候就参加反土地征收条例大游行 接下来的重大社会运动几乎常常不错过 她为什么走上政治这条路 她对同辈年轻人又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一起来认识这位全台湾最年轻的议员 请看记者方正的报道 台湾宜兰仙议会大楼里就重要议题开展讨论的时候 成年男性往往占据着多数 薛成毅的出现具有两个特点 她是极少数的女性之一 她特别年轻 25岁的薛成毅目前是全台湾最年轻的议员 民意代表嘛 那把这样的民意带进去议会里 然后跟我们的县政府做制衡 监督跟制衡的声音 那在地方民意代表的话 它其实有别的责任 包含说就是在支持跟了解地方的建设需求 或者是做一些服务 薛成毅代表宜兰县东山乡 我之前一度很想去美国 工作 这个乡目前有5万多居民 分布在24个村 包括完山村 游伯良担任村长 已经24年 现在我70多岁了 他是20多岁了 对不对 有什么话 我肯敢给他讲 我也肯敢给他讲 好像是孙子一样 有山有水 薛成毅属于太阳花时代 在2014年春天的学生运动里 他是首批冲入台湾立法院的风云人物之一 谢谢哦 谢谢 这一个运动本身着实改变了很多台湾的公民 尤其是年轻的公民 对那尤其更不要说是在去年一退场之后 后来这一整年来台湾发生过这么多的公民的行动 甚至于我们的九合一选举都被影响了 正式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 薛成毅作为五党派候选人 成功当选为宜兰县议员 薛成毅在东山乡有自己的办公室 也有预算雇佣两名助手 他们也都是年轻人 年轻一代大多对太阳花运动充满热情 台北师范大学的学生 特意邀请薛成毅到学校交流从政的体会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事情是 我们通常在电视上面看到都会觉得 议会可能就是一些长辈们在里面 然后做一些决策 但是青年对这方面比较没有认识 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在台湾 然后有一个套路之中 所以呢我们希望能透过议员来跟我们谈谈 就是政治的一些 他是怎么样进入政治 然后在政治里面做一些青年参政 就是也没有教我 也没跟我说 虽说目前有学生身份和议员身份的区别 薛成毅的听众其实都是他的同龄人 我的参政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以及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 让更多的青年朋友开始关心公众事务 那这个关心公众事务之后的行动 是参政也好 是来辅选也好 是来就是参与一些公众事务的行动也好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拜拜 好 你也自然 拜拜 过去几十年来 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电脑科技 科技对人类生活带来无数的方便 但是人类对科技也产生许多不信任感 最近有两部收到瞩目的电影都和人工智能有关 其中一部就是席卷全球票房的超级大片 复仇者联盟2傲创纪元 电影中复仇者联盟里的超级英雄再次集结在一起 企图击败他们亲手创造的机器人 全球影迷引颈期盼的复仇者联盟2傲创纪元 最近在全球上映 电影导演乔斯·维登和主要演员 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 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 雷神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绿巨人马克·卢法洛 黑寡妇斯加利·约翰逊 鹰演杰瑞米·雷娜 过去几个星期分别在洛杉矶 伦敦 北京等地 为这部科幻剧片进行宣传活动 受到各地粉丝的热情欢迎 2012年推出的《复仇者联盟》第一集 在全球创造15亿美元的票房夹击 在第一集中 《复仇者联盟》的敌人是外星人 在第二集里 他们必须击败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 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电影中 高铁侠托尼·斯塔克启动了一个 名为澳创的全球防卫项目 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 保护全球人类 但是澳创具有自我意识和学习能力 不断进化的澳创得出结论 人类是地球最大的威胁 为了保护地球必须摧毁人类 澳创开始实行灭绝人类的计划 复仇者联盟必须再次团结 击败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澳创和他所指挥的机器人 好 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 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 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Peggy VOA 就是P-E-G-G-Y-V-O-A 我是张佩芝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 拜拜 拜拜